您的手机也时常收到一些不具名的投资简讯吗 这些投资简讯都以获取30%到50%的利润 来吸引民众加入那一群组 但是这些获取高利润的投资简讯真的安全吗 我平常收购蛮多的投资简讯 但是我不会特别去细看 一般民众若想投资股票 通常会透过合法的证券公司购买实际存在的股票 不过就有许多诈骗集团诱导民众投资 来路不明且未上市的公司 手机简讯中所散播的投资获利消息 就是为了吸引想要获取高利润的民众加入群组进行诈骗 加入这个股票的LINE群组 它通常都会有祖贤 里面的成员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就是它的暗装 找这冷门股去炒作 然后就坑杀这些投资客 换句话说 群组内的老师通常都是祖贤 群组中也有许多诈骗集团的成员 当祖贤发布讯息时 其他成员就会帮羌 让被害人信以为真 因此受骗上当 获利跟风险都是相关的 一旦有那么大的获利 通常伴随的风险一定是超大 通常只要超过10%以上的 通常都是高风险的东西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 诈骗的手法也越来越多元 面对来路不明的消息 民众必须时刻提高警觉 才不会因此而吃了门亏 记者谢陈彦 蔡佳妍采访报道